我的妻子叫罗美娇,人如其名,她的身高是172厘米,拥有一副前突后翘,玲珑突凹的魔鬼身材,全身散发出一股诱人的气息,这样的身高和身材,简直是鹤立鸡群,常常会吸引住不少男人贪婪的目光。 我们就读于国内的一所名牌大学,它是学校出了名的校花,许多有钱的官二代,富二代都追求它,但均被它拒绝了,却选择了我,这样一个从农村考上大学,家庭条件不好,没有任何社会背景的大学生谈恋爱,我时常问他,你为什么要选择我? 他笑着说,你是一只钱力骨,将会给我带来好运,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大学毕业后,我们留在大城市里,分别找了一份工作,我每月的工资在6000元左右,妻子的工资也差不多有5000元,这样的工资,对我们这种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来说,已经是不错的了, 由于我们是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谈恋爱,毕业后又在一起同居,彼此非常了解,也很恩爱,因此,工作还不到两年,我们就结婚了,差不多掏空了双方父母和我们的所有积蓄,才交了首付,按揭买了一套两居室,还不到70平米的房子。 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城市里定居下来之后,为了还房贷,我们只能省吃俭用,成了名副其实的房奴,拮据的生活和繁琐的工作,完全消磨掉了我们恋爱时的激情。 我们之间每周一次的夫妻生活成了例行公事,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逐渐减少,尽管我们的生活相当艰难,但彼此都爱着对方。 只不过是,不再像我们恋爱时的那样,爱得如胶似漆,缠缠绵绵,我们的爱情,就像是涓涓细流,滋润着彼此的心田。 如果不是发生那件令人心痛和心酸的事情,我们的生活也就会像大多数家庭那样,一直会这样平淡地继续下去。 几个月前,我们公司因经营不善,突然倒闭了,我也因此失业了。 如今的大学,研究生,甚至博士生都比较多,加上各行业的经济都比较萧条,到处都是失业的人群,工作相当难找。 后来,我虽然找到了一份工作,但月薪还不到2500元,妻子的工资也降到了3500元,我们俩的工资加起来仅有6000元,这点工资除了每月还5000元的房贷外,剩下来的只有几百块。 这钱根本无法支撑我们基本的开支,幸亏我们还有一点积蓄,才勉强维持现状,我得利用下班时间找一份兼职的工作。 要不然,我们就根本没法在这座城市里继续生活下去。 这天晚上,我下班之后,就像是一只无头苍蝇那样,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闲逛,看看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份适合于我的工作。 正当我路过一家酒店门口的时候,突然看见了一道熟悉的身影,那曼妙的身材,傲人的双峰,肥美的臀部,简直跟我的妻子一模一样。 只不过是我妻子平时没有穿得那么暴露,那女人是从酒店里走出来的,她还依偎在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人身上,表现出一副十分亲热的样子。 为了探个究竟,我赶忙躲在酒店门口的停车场的一辆汽车后面,旁边停靠着的一辆高档汽车。 可没想到,那汽车居然是那个中年男人的,当女人随她一起走过来时,我一眼便认出,还真是我的妻子罗美娇,我的脑袋轰隆一震,如遭五雷轰顶,感觉有些眩晕, 误以为是自己看花眼了,使劲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然而,再次映入我眼帘的,的确是我的妻子罗美娇,她伸手拉开车门,钻进了汽车副驾位置坐下来。 中年男人立即发动汽车,驱车离开了停车场,很快。 汽车融入了大街上浩瀚的车流中,我站在原地,望着汽车离开的方向发呆,罗美娇为什么要跟一个老男人在一起? 那个男人是谁? 他们为什么会表现得那么亲热? 一连串的问题在我的脑海里萦绕,我顿时就感到头昏脑胀,头痛欲裂,我再也无心找工作了,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回到了家中,妻子已经陷我一步回家。 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一见到我,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进客厅,便装出一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样子,立即从沙发上站起来,向我询问道,老公,你回来了? 还没有吃饭吧? 我现在就去给你做饭。 不用了。 我没好气地说,我不想吃,没胃口。 妻子看见我的脸色不好看,误以为我是在卫生计发愁,便向我询问道,老公,你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没有找到兼职的工作,心情不好啊,实在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那就别找了,我们稍稍停一下,也就过去了。 要是放在以前,我听了妻子这句暖心窝的话,心里一定会很感动。 但现在,我一想起,自己亲眼看见他跟一个老男人在一起,就感到有点恶心,我不想让别人说我是靠老婆在外面挣钱养家,一个吃软饭的男人。 抛下这句话之后,我就走进了次卧室,何以躺在床上,我两眼直钉钉地看着天花板,我的脑海里不停地回荡着妻子与那个男人从酒店里走出来那副亲热的画面。 难怪这几天,我就觉得妻子有点不对劲,看我的眼神有些奇怪,包含着愧疚,兴奋,失望等复杂的情愫。 我很想去客厅里质问妻子,那个男人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跟那个男人那么亲热?为什么要背叛我?然而,这种事情,如果问他的话,他肯定是不会承认的,还会说我疑神疑鬼,我按下决心,一定要找到妻子跟那个男人出轨的证据。 正当我胡思乱想的时候,妻子推门进来,坐到床檐上,开口向我询问道,老公,你这是怎么了?是谁惹你生气了? 我强压住自己心里的怒火,含沙射影地说,是我没用,就连自己的老婆的养不了,跟自己生气了。 老公,你已经够努力了,我不怪你,妻子善解人意地说,你别给自己的压力太大,要不,我现在就去洗澡,再过来帮你捡捡压,你看怎样? 不了,一想起妻子跟那个中年男人从酒店里走出来时,那副亲热的场景,我心里就感到难过,根本提不起那方面的兴趣来,便摇头说,我累了,没有那种心情,你洗完澡之后,就回主卧室里睡觉去吧。 妻子见我不想碰她,也就不再坚持,兴兴地离开我的房间,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注意起了妻子的穿着打扮,以及她的行踪,这天,妻子坐在梳妆台前,精心打扮起来,我知道她是打扮出去跟男人约会,便走过去站在她身后,故意问,老婆,你打扮得这么漂亮干什么? 妻子笑着说,你以为我像你们这些臭男人那样,整天邋里邋遢的,一点也不注重自己的形象? 听了之后,我心里是一阵酸楚,想必我就是她嘴里的那个臭男人,而跟她约会的那个男人,则是好男人吧? 我暗自寻思道,你就在我面前装吧,等我找到了你跟那个男人在一起鬼混的证据之后,看你还如何狡辩? 妻子并不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对A梳妆镜,巧手弄姿一番之后,立即拎起自己的手提包,离开家门,我偷偷地在她后面跟踪,妻子表现得十分谨慎,在她出门之后,不停地朝后面观望,所幸的是我的跟踪技术还行,始终没有被她发现。 最终,妻子走进了一个高档小区,在一栋小二楼的别墅门口停了下来,我随即躲进了不远处的一片绿花袋中。 妻子从手提包里掏出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没多久,一个中年男人就从别墅里走出来,我定眼一看,这个男人就是跟妻子从酒店里走出来的那位, 看来,他们约会还不止一两次,已经从酒店约会,改为家里约会了,我心底顿时就生起了一股怒火,真恨不得冲上去,将这对狗男女打得满地爪牙。 然而,理智告诉我,冲动是魔鬼,人家有钱有势,弄死我,就像是踩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我不能因为徒一时的痛快,将自己陷入绝境,我要找到老婆出轨的证据,然后回家跟她摊牌。 于是,我掏出手机,将妻子跟这个老男人在一起的视频拍摄下来,宝贝,你终于来了,我想死你了。 男人叫喊着冲过来,双手环抱着妻子的细腰,把她抱起来转了一圈。 妻子顿时羞得满脸通红,惊声叫道,快把我放下,如果被人看见,多难为情啊。 哈哈,男人大笑一声,说道,这是为了我们约会方便,我专门买下来的一套房子,除了我认识你之外,还有谁认识你啊,难道是怕你老公跟过来不成? 妻子眼里闪过一丝愧疚之色,说道,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你别提我老公好吗? 男人见妻子的脸色不好看,急忙向她道歉说,宝贝,对不起,我错了,我不应该提起她,我甘愿受罚,你打算怎么罚我呢? 嬉嬉,妻子见男人的态度还算诚恳,展眉一笑,说道,我走累了,我要罚你背我进屋。 哈哈,男人大笑一声,宝贝,我乐意为你效劳。 就在妻子的惊呼声中,她一个公主抱将妻子拦腰抱起来,走进了房间,然后碰的一声,关上房门,就是用屁股也能猜出来,这对狗男女在里面干什么事情? 可惜的是,我这个正牌丈夫却进不去,只能头上顶着一顶绿油油的帽子,在外面看着,无聊地等着,一小时后,妻子才从里面出来。 男人将妻子送出门外,我再次拿起手机,对谁他们偷拍。 临别时,两人再次拥抱在了一起,一阵失吻过后,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对妻子说道, 宝贝,这里以后就是我们的爱巢了,你把钥匙收好。 好的,妻子点点头,立即接过他手里的钥匙,放进手提包里,看到这里,我心生极度,我很想冲上去质问妻子,为什么要背叛我,可是。 我一想到这样的结果,肯定是妻子离开我,然后投入这个老男人的怀抱,面对失去妻子的可能,我再次犹豫了。 于是,在我心里萌生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在妻子离开,老男人回到别墅,关好房门之后,我才从躲藏的地方出来,然后快步离开,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终于摸清了妻子通常都是我不在家的时候,才跑出去跟那个老男人优惠。 这天,趁妻子不注意的时候,从妻子手提包里找出那个男人,叫给妻子那把钥匙,拿出去偷配了一把,再去摄影器材专卖店,买了一个针孔摄像头。 回家之后,我将钥匙放回妻子的手提包,并告诉他说,我们公司安排我去外地出差,估计要过两天才回来。 妻子脸上闪过一丝亮色,假惺惺地说,你出差可要老实一点,千万别背着我在外面偷星药。 我有些心痛地说,放心吧,我是不会背叛你的,除非,除非什么。 妻子急切地问,除非是你背叛了我。 我一脸忧怨地问,不会的,妻子脸上闪过一丝愧色,说道,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好了,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背叛你。 我心念道,我都亲眼看见你跟那个老男人出轨了,竟然说出这种话,还要脸吗? 怕自己言多必失,从而打草惊蛇,我告辞离开家门,拿着自己刚配好的钥匙,提前进入了那个男人的家里。 这套别墅的装修很豪华,室内也特别宽敞,各种高档电器设备应有尽有。 一楼客厅里安装有一台超大屏的液晶等离子电视。 二楼那间主卧室,还有一个超大的床破,这张床大概就是我妻子跟那个男人鬼混的地方。 我暗自寻思道,就在我在这间主卧室里的一个隐蔽处,安装上那个针孔摄像头的时候,突然听到了开门的声音。 情急之下,我赶紧钻到了床底下,从床底下可以看见外面的大部分地方,平常也很少有人去专门看床底下,所以还是比较安全地踩着高跟鞋走进卧室里的是我的妻子,从床底下。 我只看见了她的下半身,她今天穿的是一条紫色荷叶式极西裙子,将她性感的眉腿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罗刹国向东两万六千里啊,妻子脱掉衣服和鞋子后,哼着小曲走进了浴室,开始了清洗。 正在这时,开门的声音又响起来,那个中年男人回来了,在看到了妻子脱下的衣服后,男人把西服,西裤什么的脱掉。 然后捏手捏脚地走进了浴室,啊,你吓死我了。 随着妻子的一声惊呼,男人将她从浴室里抱抱出来,扔到了卧室里的那张大床上,紧接着,就是一阵不可描述的声音。 我听了之后,好像有什么东西破碎了一般,心沉到了谷底,只觉得天旋地转,整个世界都是黑暗。 完事后,两个人就这样慢慢地相拥着睡去,躲在床下的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我真想拿一把菜刀,宰了这对狗男女。 然而,杀人的事情我不能做,我暂时还不想打草惊蛇,只好趁两人熟睡之际,偷偷从床下爬出来,将自己安装在隐蔽处的那个针孔摄像头取出来,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房间。 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离开那个男人家的,只知道自己犹如失却了灵魂的木偶。 孤独地走在大街上,脑海中反复出现的是妻子与那个男人在床上鬼混时的画面,看着周围熙熙攘攘的人群。 一对对男女在当街拥吻,我心里是一阵脚痛,曾经核实,我和妻子何尝不像他们这样疯狂呢? 如今,所有的一起都化为乌有。 曾经那个纯情而又温柔的妻子,在我面前海誓山盟的女人,却背着我跟一个老男人在一起鬼混。 正当我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突然眼前闪现出一个名叫流浪者的酒吧,流浪者三个字深深地吸引了我,让人有种颓废的感觉。 尤其对我这个被人绿了的男人来说,更有一种致命的诱惑,我从心底大声大喊道。 老子今晚也要放纵一次,让那对狗男女见鬼去吧。 疯狂的音乐声在一楼的酒吧里炸响。 到处是狂欢的人群,仿佛都在发现无尽的烦恼和孤独,所有人都挥动着手臂,扭动着腰肢,随着音乐的节拍一起摇摆。 我很快地就融入在了这疯狂的气氛之中,由于我长得高大,帅气,加上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学过一段时间的舞蹈,现在排上用场了,跳得特别棒,我发现舞池里不少的女人,均用火辣辣的眼神望着我。 而且,他们的目光中充满了无穷的欲望,我是过来人,自然读懂了他们目光中的含义,要是放在往常,我心里一直是装着妻子,可以无视这些。 可今天看到了妻子和那个老男人在一起鬼混之后,我突然好像解开了心上的枷锁,充满了放纵的欲望和抱负般的快感。 跳了一会,我觉得有点累,便到场下休息,向服务生要了半打百味啤酒,拿起一支,用牙齿咬开瓶盖,直接将瓶口对咽嘴。 往嘴里灌,顿时我的肚子里感到一阵清爽,慢慢地散向了四肢,浑身犹如毛孔会呼吸一般,通体舒畅,就在我再次拿起一支啤酒,咬开一个瓶盖,一个劲地往嘴里灌的时候, 面前忽然出现了一个漂亮的少妇,少妇面带微笑问,帅哥,你一个人坐在这里喝酒,不寂寞啊。 我并没有吱声,而是仔细打亮了少妇一眼,她拥有一头乌黑的秀发,脸蛋也很漂亮,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她身穿一套低胸的连衣裙,一对硕大的胸脯将连衣裙顶的老高露出一条深陷的视野线,纤细的腰肢盈盈一卧,再加上腰带的束缚,更凸显了少妇魔鬼的身材,臀部微微地向后崛起, 一条血白修长的大腿从裙子的开叉处露出来,急剧有诱惑力,少妇见我死死地盯着她看,便冲我妩媚一笑,说,帅哥,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是不是对我有感觉啊? 既然少妇说得这么直白,我也亲眼目睹了妻子的出轨的画面,也就不再装了,毫不掩饰地说,像你这样性感的女人,只要是男人见了,都会有感觉的。 少妇有些羞涩,是吗?我那么有性感吗?我都还不知道呢?你要不要深入了解一下,也好让我知道,我到底身上的哪个地方性感?此时的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在大庭广众之下,就这样把她抱了起来,哎呀! 少妇随即发出一阵交呼,然后靠在我怀里,说道,走,我们上楼去唱卡拉,OK。可我口袋里囊中羞涩。 根本没几个钱,生怕跟少妇一起去三楼唱卡拉OK后付不起账,被人扣在这里,便有些为难地说,这里玩挺好的,我看还是算了吧。 少妇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从我怀里挣脱下来,附着我的耳朵说,你放心,那间PTV包房的费用,我已经洁清了,今晚的费用全由我承担,不让你掏一分钱。 居然有这种好事情,我不由分说地,随她一起走出酒吧,乘坐电梯上了三楼,走进了一间豪华的PTV包房,一曲舒缓的音乐在包房里响起。 灯光有些暗淡,茶几上摆放有各种饮料,小吃和酒水,少妇与我并肩坐到一张长椅沙发上后,冲我妩媚一笑,向我询问道,帅哥,你觉得这里的环境怎样? 不错,我点头说,就你一个人在这间PTV包房里消费吗? 是啊,怎么了?少妇挑挑眉,眉,眉什么,我看了一眼,桌上放着那两瓶高档红酒。 机械性地问,不过,这里的消费恐怕不低吧? 没多少,少妇云淡风轻地说,就一万把块钱。 啊,这么多? 我顿时将眼睛瞪得滚圆,不多啊,这仅仅是我普通的消费,少妇嗤嗤以鼻地说,帅哥,动心了吧? 只要你把我伺候好了,我保证你能过上这样奢侈的生活。 听到这话,我不禁有些怒火中烧,妈的,这件人难道把我当成鸭子了? 难道我天生就长得这么像小白脸,所以才被妻子戴了绿帽子? 想到妻子,我更是恨上加恨。 此时的少妇,在我眼中仿佛化成了妻子,她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无一处不再刺激着我那脆弱的神经。 曹尼玛,我大吼一声,如恶虎扑羊般,把少妇扑倒在了包房里沙发上。 啊,你,你要干什么? 少妇没有想到我这么凶猛,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叫,那蛇一般的郊区在我身下有些不安地扭动起来。 说道,不行,我们不能在这里,这里不卫生,也不安全,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吧。 去哪里? 我松开她问,少妇说,去酒店开房。 我可没钱,跟你去酒店开房呀。 我欲擒故纵地说,没事,少妇不以为然地说,开房的费用由我来承担。 就这样,我壮着胆子,随少妇一起离开,住进了一家高档酒店的豪华套间里。 这一晚,我把对妻子所有情绪都发泄在了少妇身上,她不但不生气,还夸我很勇猛。 第二天清晨,当我从睡眠中清醒过来之后,发现身旁的少妇已经不见了,只是在床头柜上留下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写了一串数字。 我知道那是少妇的电话号码,微微一笑,便掏出手机,将号码储存在手机里,给她取名为流浪猫。 经过这一夜的疯狂后,我决定回家跟妻子摊牌,不为别的,我只想知道妻子为什么要背叛我。 回到家中,妻子还没有回来,我进厨房看了一下,发现锅碗依然是我离开家门之前的样子。 看来,妻子昨天也没有回家,想必是在那个男人家过夜的,望着这个冷冷清清的家。 我心底感到一阵心酸,走进厨房,打开煤气灶,给自己下了一碗面,胡乱地填饱肚子后,我感到心里空荡荡的,便一头砸到了客厅的沙发上躺了下来。 不知不觉中,我沉沉地睡了过去,朦胧中,我感觉到有人在不停地推喊我,老公,你怎么睡在沙发上了呢? 快起来,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在睡呢?是妻子的声音。 我误以为是回到了曾经与妻子在一起生活那些平凡的日子,便张开双臂,一把将她搂进怀里。 老公,你讨厌,在妻子的笑骂声中,两人一起跌落在客厅的地板上。 我这是在做什么?我不是准备摊牌的吗? 我猛地清醒过来,松开了环保妻子吸腰的双臂,从地板上爬起来。 沉声问,你昨晚去哪里了? 我,妻子跟着从地板上爬起来,娜娜地说,我,我昨晚就住在家里啊。 怎,怎么了,你住在哪个家里? 我冷声问,是那个老男人的家里吗? 妻子有点心虚地问,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你自己看看吧。 我毫不犹豫地翻了手机,调出自己偷拍到妻子与那个老男人在一起的照片和视频,质问道,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 妻子看了,脸色顿时就变得煞白,一脸焦急地问,老公,这些东西,你是从哪里拿到的? 当然,是我跟踪你,偷拍到的,老公,你听我解释,解释,解释什么? 我不耐烦地说道,这还需要解释吗? 你别告诉我说,你是被别人逼着出轨的汉。 妻子经过先前的恐慌之下,也开始有些平静下来,但我看得出来妻子是故作平静, 因为每次在妻子紧张的时候,都会无意识地把大拇指别在手心里, 而现在妻子的大拇指就被他紧紧地攥在了手心了。 终于,妻子向我表白说,老公,我爱你,爱你爱得发疯。 你爱我什么? 我有些自嘲地说,你给我买了顶帽子,还是绿色的,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爱我吗? 妻子没有理会我的嘲弄,而是继续说,我一直很害怕你发现我做对不起你的事情, 没想到你早就发现了,而且还偷拍到了我出轨的证据, 刚才看了你的照片和录像,我质问道,既然这样,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的心脏都要要停了似的,我这里好痛啊。 妻子用自己纤细的手指按住了胸口,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我可以发誓,我的心里从来没有背叛过你,我至始至终爱的都是你一个人。 听到这里,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感觉到妻子没有撒谎,这也许就是夫妻多年的心灵感应吧。 妻子见我没有吱声,继续说,可是,我能怎么办,你一个月就那么点钱,我们的房贷又那么高。 趁我还年轻的时候,不从那个男人,那你高点钱,我们将来的日子怎么过啊? 听了之后,我突然有些惭愧,都说男人负责挣钱养家,女人负责貌美如花,我挣那么一点可怜的工资,就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那婚姻也肯定出问题。 没错,不是别人逼着我出轨的,是生活在逼着我出轨。 妻子自顾自地说了下去,那个男人是我们公司的老板,他多次向我表白过,都被我拒绝了。 因为,当时我们的工资都比较高,我们过得很幸福,可是,当你失去工作之后,你每天都忙于找工作,都顾不上理我,就连生活也要省吃俭用,更别说买一件像样的衣服了。 试问,这样的婚姻还叫婚姻吗? 后来,你虽然找到工作了,可又一心扑在工作上,可是你想过我的感受没有,我也是正常的女人,有那方面的需要啊。 那天晚上,老板让我留下来陪他一起加班,趁我不注意的时候,他往我的茶杯里下了药,在药物的作用下,我不受控制地与他在办公室里发生了关系。 自此之后,我们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经常跟他在办公室、酒店和车里坐。 后来,他感到不满足,索性买了一套别墅供我们优惠。 尽管那套别墅的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但我还是明确地告诉了他,我爱的是你,和他只是一种交易。 他一直还心存幻想,期待有一天能得到我的身心,可是他不知道,我爱你已经深入到骨髓里面去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爱你,可是,我只要一想到有可能失去你,我就会感到难过,会做噩梦。 听完妻子的叙述后,我心里是五味杂陈,回想起这段时间对妻子的冷落,我不禁也有些歉意,妻子见我仍旧没有原谅他的意思,双膝一软,泪眼婆娑地向我求饶道, 老公,对不起,你原谅我吧,我向你保证,以后再也不跟那个老男人来往了,好好跟你过日子,看着他那张梨花带雨的脸,想起我们曾经在一起那些欢乐日子,幸福时光,想起我们一起经历过那些风风雨雨,同甘共苦的日子,我的心肠软了,我伸手将他从地上扶起来,安慰道, 别哭,我知道你是为了我们这个家,但你不应该为了钱,跟那个男人出轨啊,你知道我在看见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心里有多难过啊,老公,对不起,我错了,妻子一头扎进我的怀里,我动情地将他搂进怀里,热烈地亲吻他,试图替他吻干脸上的泪水, 然而,他的眼泪如绝地的洪流那样,鼓鼓滔滔地往眼里涌出,我索性将他抱起来,走进卧室,将他压倒在床上,对他进行狂风暴雨般的侵袭,自此之后,妻子跟变了一个人似的,每天按时上下班,对我是体贴入微, 我让他将老板买来,送给他那套别墅退还给他,他说是那个男人赔偿给他的青春损失费,却始终不愿意,我也没有跟他计较,但从不住进那套别墅里,一想起自己偷拍到他们在床上翻云覆雨的画面, 就感到恶心反胃,虽然我知道,妻子还偷偷跟那个老男人来往,但我不想给妻子太多的压力,也就不再顾问他,睁一只眼逼一只眼, 后来,我找到了一份兼职跑外卖的工作,加上我的工资,一个月的收人下来,还算过得去,我们的经济稍微宽裕了一些, 还有一些结余,妻子也就彻底跟那个老男人断了,一天晚上,妻子要求我跟他一起去参加年会,当妻子正式把老板介绍给我,那个老男人准备跟我握手时, 我想起他跟妻子在一起鬼混的画面,如耿在喉,便一点也没有给他面子,一直将手揣在怀里,老男人尴尬地将手扬在空中,缓了一下神, 他才将跟他一起来参加晚宴的一名风韵少妇拉过来,向我和妻子介绍说,这位就是我的妻子,也就是我们公司的老板娘。 正当我将目光落到少妇身上,看清他那张精致的脸时,心里顿时就是一惊,他就是我那天晚上在流浪者酒吧里认识,又去酒店开房,发生过一夜情。 我将她的手机号码以流浪猫这个名字存入电话宝里的那个女人,虽然在那个风流的夜晚之后,我从未见过她,也没有给她打个电话, 但那天晚上,我们在一起激情时的画面,我还是记忆犹新,四目相对时,我们同时将眼睛瞪得滚圆,嘴巴张得老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